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天地万物都是他的 后世的赞颂只归于他 他是炙锐的 是彻之的 他知道潜入地下的 从地下发出的 从天上降下的 升上天上的 他是制辞的 是制赦的 不信道的人们说 复活时不会来临我们 你说不然 只我的主发誓 他必定来临你们 我的主是全职幽民的 天地间微沉重的事物 不能远离他 比他更小的 或更大的 无一见不记录的 一本明白的经典中 以便他在复活时 报仇信道 而且醒善的人 这等人将获 奢佑和优厚的积养 接力反对我的迹象 以为已经成功的人 将受痛苦的刑罚 有学识的人们 知道从你的主降下的经典 却是真理 能指示世人 走上万能的 可颂的主的大道 不信道的人们说 我们指示你们一个人 好吗 他会告诉你们 当你们被粉碎之后 你们必定要被再造 他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呢 还是他有封定 不然 不信后世的人们 在刑罚和深深的迷雾中 难道他们没有观察 在他们的上面和他们的下面的天地吗 如果我抑郁 我必是他们沦陷在地面下 或使天一块块地降落在他们的头上 对每个皈依的仆人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我却赏赐达吾德 从我发出的恩惠 穷山啊 纵鸟啊 你们应当和着他赞颂 我为他是铁柔软 我对他说 你应当制造完善的盔甲 你应当定好盔甲的宽度 你们应当行善 我却是观察你们的行为的 我从时分共苏黛的驱使 分在上午走一个月的路程 在下午也走一个月的路程 我为他是 融同像泉水样拥出 有些精灵奋主的命令 在他的面前工作 谁违背了我的命令 我就是谁 尝试烈火的刑法 他们为他建造 他所预修建的宫殿 雕像 水池般的大盘 固定的大锅 我说 达吾德的家属啊 你们应当感谢 我的仆人中 感谢者是很小的 我决定他死亡的时候 只有吃 他的手杖的蛀虫 只是他已经死了 当他倒下的时候 精灵们恍然大悟 假若他们能知幽玄 那么他们未曾逗留在 凌辱的刑法中 塞巴一族 在他们的居处 却有一种迹象 两个圆铺 分裂左右 你们可以吃你们的主的吉养 你们要感谢他 一个肥美的地方 一个制射的住在 随后他们悖逆 所以我使水库的激流去 掩磨他们 我把他们的两个圆铺 变成两个 只生长枯果 怪流和 些微的酸枣树的圆铺 我因他们的忘恩 而这样报仇他们 我只惩罚忘恩的人 我在他们与我所 服幼的这些城市之间 建设了许多显著的城市 我均分各站间的距离 你们在期间 平安地旅行若干昼夜吧 然后他们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放长各站之间的距离 他们自欺 所以我以他们为 弹柱 我使他们流离失所 对每个多人多谢的人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以比利斯却发现 他对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追随他 只有一伙信事除外 他对他们 所以有权利者 只为我要辨别 谁是信仰后世的 谁是怀疑后世的 你的主是万物的监护者 你说 你们舍真主 而认作神灵的 你们祈祷他们吧 他们不能管理天地间成为之中的事物 他们丝毫不能参与天地的造化 真主不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为助手 除真主所许可者外 在真主那里 说情将无辟义 直到他们心中的恐惧被排除的时候 他们才说 你们的主说了什么 他们说 真理 他却是至尊的 却是至大的 他说 谁从天上和地下 供给你们 你说 真主 我们或你们 是在正道上的 或是在显著的迷雾中的 你说 对于我们所犯的罪 你们不受审问 对于你们所做的事 我们也不受审问 你说 我们的主将 召集我们 然后以真理而为我们判断 他却是最善于裁判的 却是全知的 你说 你们告诉我吧 你们所称为他的伙伴的 绝不能的 不然 他是真主 是万能的 是智锐的 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 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他们说 如果你是说实话的 这个警告什么时候实现呢 你说 你们的约期是有时日的 你们不得 萧萧迟到 也不得 萧萧早到 对于信道的人们说 我们绝不信这古兰经 也不信以前的经典 假若你见不意的人们 被拘留在 他们的主的那里的时候 他们互相辩驳 被欺负的人们 将对骄傲的人们说 假若没有你们 我们必定是信道的 骄傲的人们将对被欺负的人们说 当正道来临你们的时候 我们曾妨碍你们遵循正道了吗 不然 你们自愿做犯罪者 被欺负的人将对骄傲的人们说 不然 这是你们昼夜的计谋 当时 你们教我们不信真主 却为他树立许多匹地 当他们看见刑法的时候 他们表示悔恨 我要把枷锁放在 不信道者的脖子上 他们只受他们的行为的报酬 每分我派遣一个警告者 到一个城市里去 其中豪华的人们总是说 我们的确不信你的使命 他们说 我们财产更富 儿子更多 我们将来绝不会受惩罚 你说 我的主 欲使谁的吉养宽裕 就是他宽裕 欲使谁的吉养窘迫 就是他窘迫 但众人大半不知道 你们的财产 你们的儿子 都不能使你 萧萧地亲近我 但信道 而且行善的人们 将因他们的行为 而受加倍的报酬 他们将安居于楼上 接力反对 我的迹象的人们 将被拘禁在刑法中 你说 我的主 的确 欲使那个仆人的吉养宽裕 就是他宽裕 欲使那个仆人的吉养窘迫 就是他窘迫 你们所施舍的东西 他将补偿他 他是最优的攻击者 在那日 他要将他们统统计格起来 然后对天神们说 这些人崇拜过你们吗 他们说 我们赞你超绝万物 他是我们的主 他们不是我们的奴仆 他们却是崇拜精灵的 他们大扮信仰精灵 今日 他们不能互利 也不能相害 你将对不义的人们说 你们尝试你们 所否认的火刑吧 有人对他们宣读 我的明白的迹象时 他们说 这个人只想妨碍你们崇拜 你们的祖先 所崇拜的偶像 他们又说 这只是捏造的谎言 当真理来临的时候 不信道的人们说 这只是一种明显的魔术 我没有把他们 所能送席的任何经典赏赐他们 在你之前 我没有派遣任何警告者 去教化他们 在他们之前 逝去的人们曾否认真理 他们没有达到我所赐予 前人的十分之一 但前人否认我的使者们 我的谴责是怎样的 你说 我只与一件事 劝导你们 你们应当为真主而双双的 或单独的站起来 然后思维 你们的同乡绝无分辨 在严厉的刑法来临之前 他对你们只是一个警告者 你说 我不向你们缩取什么报酬 他全归你们 他的报酬只归真主负担 他是见证万物的 你说 我的主以真理设计虚伪 他是全之优玄的 你说 真理已来临了 虚伪将幻灭而不服出 你说 如果我误入歧途 则我自受其害 如果我遵循正道 则由于我的主所启示的经典 他却是全聪的 却是临近的 假若你得见 当时 他们恐怖而无处逃避 在一个不远的地方被逮捕 他们将说 我们已信仰他了 他们怎能从遥远的地方 获得信仰呢 他们以前不信仰他 他们从遥远的地方 望谈悠玄 他们将因障碍而不能获得 他们所欲望中的 犹如他们的同类以前受阻碍一样 他们却在烦恼的疑虑中 我们下期见